盗墓笔记里最大的坑当属世界的终极 那终极到底是什么 今天就从客观的角度来解开这个终极之谜 青铜门是来自外太空的陨石所著 当年一颗小行星穿过大气藏石列为几块 其中有最大的三块长海 一块落在长白山 被张家做成了青铜门 一块落在了西王母国 保持了最原始的模样 就是充满蜂窝般的孔隙 一块落在了青铃 被做成了一棵巨大的青铜树 还有一些小的长海 分别散落在亚洲各地 西藏就有一块小的长海 也被张家人做成了假的青铜门 这个陨石是一种特殊的物质 它的功效在青铃神术片里有所体现 就是只要足够想要 就能得到任何东西实现任何愿望 当然也包括长生 所以长海所落之处都会或多或少 流传着有关长生的传说 但心想事成只是一种表现形式 之所以能称之为终极 那是因为它关乎于世界的本源 世间万物的本源是能量意识 意识为第一性 物质为第二性 一切物质都是由意识衍生而成 物质和意识密不可分 相互作用 即心中所想 继承世界 在盗墓笔记中 世界本源被具体形象化 所以被它们叫做世界的终极 当然有人要问 那青铜门里的终极 到底什么样的姿态存在 其实这个观点 要想具体形象化 用文字描述出来 是非常的困难 因为心中所想 继承世界 成的是每个人自己心中的世界 而且进入青铜门后 就能联想到终极 这个画面实难体现 就如同我们很难想象 神的世界一样 就连见到过终极的陈文景 都无法用言语表达 我们所处的世界 始终是运动变化的 而这种运动变化 有着基本规律 人类的一切社会实践 都要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进行 才能科学有趣的发展下去 以这个理论为基础的终极 一旦现实 将会有无数势力 蜂拥而至 在现实层面 可能会引发世界的大战 没有人能抵挡心向事成的诱惑 在精神层面 必然会引发人类的自我怀疑 在世界构架的层面 如果只有少数人 对同一事物的想象不一致 还可勉强调和 一旦全世界的人都接触到终极 并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构想世界 那样就会严重影响和扭曲世界规律 必然会导致世界的崩塌和毁灭 所以终极的秘密 绝对不能让太多人知晓 这样的终极 也值得用长生的幌子 来为他做掩护 因为他比长生的诱惑和影响力 实在是太大 没有发生的 agora 那么多 intéress usst优独谁 麻烦